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这一次呢我们要继续说说 列强在中国系列的第三集 终于要说到比较敏感的大人物啦 先画一条界线 这里说的蒋介石应对列强的表现 只说到1949年为止 此后的表现是另外一个故事 要等到后面说台湾史部分的时候再说咯 赵观力先说出身背景 蒋介石的知识启蒙来自于家乡的读私塾 是诵读四书五经长大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婆生 蒋介石的家境不算太差 在清末那个阶段这种家境的男子 只要还能算是个读书的料 人生目标通常都是往科举考试方向努力的 但是1906年的一次进监狱 改变了蒋介石的人生轨迹 1906年秋收过后 蒋母接到催收田赋的通知 内容语带威胁 蒋介石本想靠着自己所学的心事词汇 跟对方理论 说些类似什么人人平等 依法办事之类的道理 没想到对方直接以刁民抗粮为名 将他送进县衙治罪 这让蒋介石被关入监狱 算是被现实毒打了一顿 出狱之后蒋无比分开 逐渐向愤青转型 这个时代愤青通常都是出国留学的 尤其是去日本留学 因为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中获胜 是中国几乎所有愤青的偶像 此后呢蒋介石努力学习了三个月的日语 开始准备赴日留学 1906年4月蒋介石东渡日本 开始学习军事 这里有个公案 蒋介石是不是日本入军士官学校毕业的 答案很简单 不是 那么这是否代表蒋介石的能力很差呢 话不能这么说 因为蒋介石之所以不能入学 是被规定卡住了 当时根据日本跟大清国的协议 不是清政府官方保送的人 是不能念军校的 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 怕训练出一大堆有军事技能的叛乱党 那么蒋介石的能力如何呢 来看看下面的状况你就明白了 同年冬天蒋介石返回中国 一年夏天他就考入清政府开办的 通国陆军速成学堂 第二年就成为第一批被大清政府 派往日本深造的四人之一 所以能力方面是没问题 1908年春天蒋介石进入日本 政武学校学军事 在这所学校就读期间 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 1910年6月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经檀香山到达日本 经陈其美的介绍蒋介石首次与孙会面 1910年11月蒋介石从政武学校毕业时 其总成绩在62名毕业生当中排名第55 倒数第八不能算是很优秀啦 接着蒋介石进入日军当世官后补生 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 1911年6月晋升炮兵一等兵 1911年8月晋升炮兵五长 到此为止蒋介石大致上是完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基层军官训练 后来他当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 就是用这一整套流程来要求军校学生 如今的网路上主要是对岸的 流传着大量嘲笑蒋介石喜欢微操的小故事 蒋介石是否有指挥大军团作战的能力 我们后面谈民国历史的时候会说到 但是如果单纯以连队级的军事支持来说 他应该是胜过99.9%嘲笑他的人 要知道念黄埔军校毕业的前四期学生 后来当到国共两军中将上将元帅的大友人在 这些将军们可没有在军事尝试上嘲笑他们的校长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没能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呢 因为辛亥革命爆发了 他放弃即将晋升的机会回国看革命 当时这样的人很多 而且日本方面其实很支持辛亥革命 所以保留了所有回国学生的学籍 只是辛亥革命结束之后 包括张群王柏林在内许多的政武学校的学生 都回到日本完成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业 但是蒋并未选择回到日本继续学业 这就不是能力问题 而是人生抉择 初步认识了蒋介石的基本能力之后 我们接着来看他掌权之前对列强的态度 1924年1月24日 孙文以大元帅的名义委任蒋介石为 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这所学校就是之后大名鼎鼎的皇甫军校 这所学校是联俄融共政策最具体的成果 也是共产党势力进入中国的代表 因为当时莫斯科派到中国工作之军事跟政治人员 已经到达1000人左右 并且提供中国国民党每个月35000元的经费 事实上是苏俄在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那么后来反共反了一辈子的蒋介石是怎么看的呢 在这个时间点他还是个坚定的挺苏派 4月9日蒋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讲话 声言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办法 而且多次在后来的公开演讲中呢 提到与苏联合作的必要性 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 这些言论呢使得蒋介石迅速获得苏联顾问之好感与信任 为什么会这样 毕竟此时他还只是个国民党当中的忠诚管理层 以他的地位呢谈不上做重大决策 只能跟随潮流 事实上此时的国共还算是一家人 亲疏则是这个时期国民革命阵营的主旋律 蒋介石也不例外 不过接下来的变化快得令人难以想象 首先是孙中山逝世与廖仲凯遇刺 再来是中三线事件爆发 这些以后我们都会细讲 这些意外呢改变了国民党高层的权力格局 本来只能算是中层管理者的蒋介石 一跃成为最高层之一 接着就是北伐了 北伐战争是蒋介石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人的历史转折 也是国共第一次分裂展开十年内战的开端 1927年4月11日 北伐期间蒋介石发出 以客户的各省一律执行清党的密令 4月12日将以调节工人内讧为名 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接着就是鲜血淋漓的清党 国共分裂的事是非非啊 以后我们有专题讨论 这里我们只说结果 国共分裂之后双方都走向更极端的主张 此后蒋介石带领了中国国民党 走向了连接英美 控制东南沿海 京华地区的财富资源 迅速统一中国的方向 但是他也放弃了许多原则 最具争议性的事件 就是对五三惨案的处理 1928年5月1日 北伐军攻克济南 日军出动阻止 造成杀害中国军人与民众六千余人的事件 史称五三惨案 事件发生之后 蒋介石为了紧速完成北伐 限令北伐军新业渡河 不与日军交战 在此要声明 蒋介石并非不恨 他后来天天在日记上写着血耻二字 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帝国主义妥协 蒋介石派人向日军司令部 以及日本外交部严重抗议 又伤行英美协助协调 然后就继续北伐 两个月之后 一个集聚历史意义的场景来 1928年7月6日 晨熙出入 北京的西山碧云四万 来了几个军人 蒋介石在李中仁 冯玉祥 严锡山等人的陪同之下 拾接而上 来到孙中山的临位前 追思当年与孙中山先生 一起战斗过的岁月 蒋介石热泪盈眶 总理 北伐成功了 你生前统一中国的愿望 实现了 我要把你的邻请 搬到南京 就叫中山林 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 国民政府定督南京 领袖当然就是蒋介石 他自称孙总理的忠实信徒 要实现三民主义 但是孙中山会肯定他吗 没有人能知道了 至此算是蒋介石人生的上半场 我们来算一下 蒋介石对列强的成绩吧 自1926年到1928年 蒋介石的评分如下 战争胜败的诗 20分 确实完成了国内的统一 没被日本人拖垮 内部稳定程度 10分 同党的汪精卫 同政府的李宗仁 冯玉祥 严习山不同政府的毛泽东 都够他喝一壶的历史影响程度 15分 虽然不算完美 毕竟是初步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对手强弱程度 10分 这个时代 英美还有足够的贺阻力 让日本不至于大规模动手 上半场是55分 说完了上半场 接下来就轮到下半场 而下半场就是国民政府时代 终于要说到地雷区了 这一段呢 我们来谈谈蒋介石 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的时代 为了跟之前的状态 做出区隔呢 此后我们就称他为委员长 要先说明一下 这里的时间点已经进入1930年代 距离现在不到百年了 所以跟前面讲此期太后袁世凯不同 要讲这个时期 甚至更后面的历史 有很多现实上的困难 最大的问题就是呢 众说分云莫中一世 这个时间段的历史 有很多机密资料还带解密 而且就算已经解密了呢 有的也还没有研究透彻 还处于各说各话的阶段 不像清末明珠那一段历史 很多都已经有定论了 所以我们在谈这段历史的时候 为了避免引用了什么片面资料 就言之作作 我们换一个方法来讨论 什么方法呢 我们来问几个问题 并且只用已知事实来回答问题 哪些问题呢 主要是这三个问题 至于更后面时代的外交政策 那已经不属于列强在中国这个主题下 应该讨论的了 我们就先暂时放一边吧 接着我们来分析第一个问题 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安内染外政策 这个政策的全称为 抗日比先九匪 仗外比先安妮 安妮以仗外 九匪以抗日 这是1931年7月23日 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的蒋委员长 发表的公开政策宣告 请注意这个时间点 此时距离918事变爆发 已经剩下不到60天哦 可以说这个安内染外的宣告 是个历史的分水岭 因为宣告发表后仅仅两个月 日本人就正式侵略东北啦 而国民政府的反应基本上算是默认 当然啦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公案 委员长到底有没有下令张学良不抵抗 我在图书馆看过几十本论文 在广乌上就看了几十万次的讨论 基本上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 众说纷纭莫中一世 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看结果 1932年3月1日 在日本策划下满洲国发布了建国宣言 领土范围包括现今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 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承德 然后国民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呢 1931年9月19日 国民政府正式请国际联盟主持公道 并向日本公使崇光魁提出严重抗议 9月23日 国民政府召会美国政府 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就这样没了 后来国际联盟给出了一个 很清楚但是很狗血的决议 满洲主权属于中华民国 日本应该退出满洲 嗯 满洲由国际共管 嗯 再然后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继续侵略中国 显然的 在日本夺走了113万3437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后 国民政府并没有在此时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决心啊 这种应对侵略的态度呢 比起袁世凯签署的那个民事条约 更加令人不堪文问 是的 我知道国民这么很委屈 他们也不想被日本侵略啊 他们也很努力的抗议啦 但是国土已经沦陷了 是的 我知道当时中华民国打不过日本 人家飞机大爆 坦克车航空母舰 几年后正式爆发的抗战呢 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这就是没有血性啊 我读过很多历史 我看过太多奋起反抗却遭到失败的例子 但是在历史上 也有很多在绝境中反击成功的例子 随便说几个我最近呢印象比较深刻的 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 1812年莫斯科保卫战 1905年奉天会战 1914年马恩河继承车之役 1940年敦克尔克战役 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 1942年斯塔林格勒战役 如果战争一定要有必胜把握才开打 那么这些扭转乾坤的战争 怎么可能发生 如果站在保卫国民政府政权的角度 仰外政策 也许是个很聪明的苦肉计 但是如果不站在保卫政权的角度来看 放任入侵者耀武扬威 然后回头打内战 是不会得到什么正面评价的 至少在我这里不会 多说几句 对象在2017年将8年抗战改成14年抗战 把对日本侵略的反击 提前到918事变这个时间点 是有几分道理的 在国民党安内兰外的时代 中共有在抗日 不管抗日的规模有多小 不管是不是有什么政治权谋 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有看到 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 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军已使敌人损失 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 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的入侵中国内地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 毛泽东说这话 背后是有一股正气在支撑 最后再提一个人来应称一下 安内兰外 吉红昌 吉红昌出身军法部队 后来被委员长收编 奉命围剿中共 再然后他在天津的法租界被军统特务逮捕 最后抗日的吉红昌被委员长的政府杀害于北平的陆军监狱 行前提示一首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休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你说我要给委员长的安内兰外政策几分 第二个问题就是抗日期间的 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是否恰当 这个战略与其说这个战略不如说是个赌博 因为这个战略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 日本是否与美国开战 要知道一个战略是否能够称为战略 主要看反过来做是不是也是一种战略 比如说日本该北境抢西伯利亚 还是南境抢东南亚 这就是战略 因为反面也是一种战略 说白了战略的本质是取舍 但是以空间换取时间算是一种战略吗 严格来说不算 因为这并不是取舍而是一种赌博 用惨重的牺牲来换取唯一可能的生机 这是一种以民族存亡为赌注的赌博 而且没有不完的权利 因为敌人已经打进家门口了 那么这种战略该怎么评价呢 首先既然是赌博 命运就不能操之在己 本来这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做法 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况 日本虎视眈眈 美国首属两端 株连螳螂捕蝉 就算换个人来当委员长 哪怕你换的是孙子 诸葛亮 拿破仑 列宁 小罗斯福 恐怕都没有更好的做法 证据就是同一立场 但是不同阵营的毛泽东 也主张持久战 最后要来说说蒋毛征天下的第二次国共内战部分 先声明一下这里只谈处理与列强的关系 不牵涉其他 也就是说我并不会在这里试着分析 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兵败如山倒 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留到后面的主题才说 特此提醒 时间来到1945年2月 这是亚尔达会议召开的时间点 当时美英会换取苏联出兵东北 出卖了中华民国 请注意哈 出卖的是整个中国 不是只有国民党政府 比如说条约内容是这样的 大连港国际化 苏联在大连港取得特权 苏联租用旅顺港设立海军基地 苏联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拥有特权 这些地方难道不是后来中国共产党掌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吗 所以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 国共内战是一场国际战争 而在这场国共斗争中 美国政府受到一批亲共人士影响 支持中国共产党之联合政府谋略 美国的这种主张被国民政府拒绝后 美国即不再热忱支持国民政府 相反的在国共谈判中出处抑护中国共产党 那么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呢 1945年8月14日 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这个条约中 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 决定前途 而任何人都知道 在苏联红军事实上控制当地的情况下 这种公投只是个形式 这相当于直接承认 蒙古人民共和国脱离中华民国独立 当然按照国民政府的惯例 这又是一次忍辱负重 这次是要换取苏联将东北交换给国民政府 并承诺不支持中共 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 蒙古真是让委员长里外不是人 1945年委员长放弃蒙古保护东北 并且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 然后被骂成出卖国土 多年后蒙古要进联合国 又搞得委员长无内聚焚 这一点必须替委员长明个不平 他也是有苦说不出 可是如此忍辱负重 有换来什么好的结果吗 其实本来有 根据史料显示 甚至史达林曾经决定 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并一度向国民政府提出协议 支持国民政府接管东北 条件是 但是国民政府拒绝了苏联的条件 准备全心全意依靠美国打赢这场内战 然而众所周知的 委员长又在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压错了保 最终让美国的援助也落空了 当然就如同我一开始所说的 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产生共事的程度 我也不敢说这就是绝对正确的角度 更不敢说这就是决定双方胜败的关键 只是历史学的研究跟历史知识的普及 本来就是渐进式的 随着时间的累积 我们终究会得出越来越有意义的结论 另外如果您能看到这里代表您是很认真的观众 我得说明一下 我们很快就带过了国共合作 北伐战争 国共两次内战抗战等等主题 这并不代表我已经说完了这些历史故事了 这只是从应对 列强在中国这个角度 来看的一部分故事而已 后面我还有一个系列的主题要继续说 希望能帮大家从各种角度来认识民国 好了 该给委员长的下半场来个评分了 由于委员长牵涉的事件太多 时期又太长 内容又复杂 所以就弄个表格吧 我们分成三个阶段来看他的表现 分别是抗战前 抗战中 跟二战后 这里一样按照原来四个评分标准 抗战前战争胜败得失是10分 因为丢失了大片国土 而且都是安内染外 内部稳定程度是15分 因为毕竟在事变之前 中共是已经困死在北边了 第三个 历史影响程度则是10分 因为虽然没有直接亡国 但是被日本占了大片国土是事实啊 第四个 对手强弱程度是15分 我们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的话 会发现1930年代的日本 对中国有没有形成绝对压倒性的优势 其实还真的很难说 不过确实也已经强到 国民政府觉得无法对抗了 所以15分 总得分是50分 再来是抗战中 抗战中的战争胜败得失则是20分 为什么呢 因为很明显战略是合格的 而且最终获得了好结果 内部稳定程度则是10分 要知道跑出个汪精卫啊 而且呢 国民政府内部的汉捷也是层出不穷 再来 历史影响程度呢 可以给出15分 因为最终呢 是结束了日本侵华的时代 至于对手强弱程度则要给出20分 因为后来发现日本是卯足了权力侵略中国 甚至连自己的老家都不要了 所以总得分是65分 最后是二战后 二战后的战争胜败得失呢 只能给5分了 结局你懂的 还有5分是因为呢 还退守到台湾来 至于内部稳定程度呢 注意哈 这里我们说的是到1949年为止 那真的是只能给出0分啦 看看那层出不穷的各种供典 至于历史影响程度呢 则是5分 原因我们后面再说 这个不方便在这里讲 再来对手强弱程度呢 则应该给出10分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指解放军不够强呢 应该这样说 以当时国军的实力对上共军 不应该败得这么惨才对啊 所以这里我只给出10分 那这是我非常片面 而且偏颇的个人观点 欢迎各位讨论 总得分只有20分 那我们来看看平均得分吧 总结起来呢 委员长总共得到45分 总得分45分 不知道你对这个评分 有没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看法 最后预告一下 下一集是毛泽东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